春去秋又来,花开花又拜 那么这样小蒋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不知道各位看官意见如何 拿个两加仑的盆 再来点咱的独家配方 有机肥土 哎哟,哎哟 行,够了 拿着咱刚刚的天方夜谭 拿摩 拿摩 像这样的一盆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拉刀市场价格如何 如果说咱们明年把这个天方夜谭养出开花爆花的状态之后 拉刀市场咱们保守来说 30块钱能不能给它卖出去 因此小蒋有一个大胆的一个想法 并以实施行动啊 小蒋在订咱们大批量花盆的时候 又额外的增加了450个这种两加仑的盆啊 然后等这两天呢就该送过来了 咱们地当中有好多好多像类似于这种苗情的一些月甲 这是两年苗嘛 然后咱们给它换一个两加仑的一个盆 对不对 来年养出来花之后 如果说啊 它的花开的足够的多状态足够的好 我相信啊 这样一盆30块钱 不止兴许能卖到40块钱啊 朋友们 你们感觉小蒋说的有毛病没毛病 所以说呢 当然也以防为了万一它卖不动啊 所以说咱们就定了450个这个加仑盆嘛 然后咱们今年冬天的时候咱们在等段时间修剪月季的时候 把这些长势非常旺盛开花多的一些苗子啊 挑出来再到咱们的两加仑盆里 明年养出来花之后上市手吧 就是这样啊 咱们的咱们的天方夜谭 咱们的天方夜谭 可以吧 大家朋友们像这种状态这一颗 两加仑的 明年咱们给它养出来花之后 哎呀那种花一开开到明年开春的时候 对不对 保守来说30块钱 应该能卖出去吧 是吧 应该能卖出去啊 然后哎 你心里没底啊 也是头一年是这样弄 所以说呢 咱们小蒋就定了450个这种盆啊 不敢大面积的去种万一卖不动怎么办是不是 所以说先试验试验 先先装个400来棵 咱们实验实验吧 怎么样 目前这一颗苗怎么样 可以啊 像这种苗可以的 没毛病 当然了啊 一当 每当小蒋说出自己的心理价位 以及咱们在市场卖花的时候 实际价位啊 咱们的评论区就该炸锅了啊 两极分化 有的说 哎呀 小蒋你真黑 哪一个月你卖那么贵 你真是黑心商人啊 反正我另一部分朋友呢 说哎呀 小蒋你这太便宜了 我在某某某地方买的是吧 哎呦 好几十多多少钱一个可贵了 哎 我只能说什么呢 这个东西 花花这个东西 分在哪个地区 它价格不一样 是不是很正常 呃 再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相同的规格 相同的品种 相同的东西 但是它养出来的效果不一样 它的价位也是不一样的啊 所以说这个东西 没有什么 对吧 可在评论区互相厮杀的 干什么呀 是不是 而且再者说了 小蒋 多挣一点钱 难道朋友们不为小蒋开心吗 反而 如果说这盆月节 咱们养不出来 养出来了 它分文不值 那是不是更应该悲哀呢 当然了啊 咱们在网络上嘛 看热闹的居多啊 绝大部分都是看热闹 而且 瞎凑热闹 那句话怎么说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是吧 凡是有点什么不对的 哎呀 咱们怎么地 咱们怎么地 哈 家伙 我是深有感触啊 小蒋做短视频 这三年以来啊 这样的 这样的描情品相 对吧 还行啊 还可以啊 然后这样的话 咱们明年 如果说养出来 特别好的情况下 对吧 我甚至认为 它能卖四五十一盆啊 但如果说养出来那花 对吧 也就那样 那我也就是三十 如果说不好卖的情况下 卖二十 甚至于到最后还是不好卖 十块钱卖了它 对不对 你这反正等等 哎 所以说小蒋实验实验 当然十块钱卖 那是不可能的 开玩笑 这十块钱卖 我得 所以说小蒋就定了 四百五十个这种 加论坯啊 然后咱们 还有像这一颗棒木糖 帮我们瞅瞅 看一下这枝条的一个分支量 哎呀 这枝条非常的棒 然后它的一个树干的粗度 是不是 像这一颗棒木糖朋友们 你们感觉它应该买多少钱合适 评论局肯定有两极分化了 是吧 小蒋啊 正是八蒋实话实说 小蒋拉到市场去卖的话 这一颗 咱们的保守价位 一百五千应该没问题吧 当然我的心理价位能卖到一百五啊 就这一颗 咱们明年 冬天的时候再一修剪 明年给它养出来 哎呀 圆溜溜的帽 然后两公分的干 主要是这枝条啊 这枝条长得是真旺啊 所以说这一颗就可以比其他那些要多卖点钱啊 就这个意思 来来来朋友们 看一看吧 咱们大庞 哎呦 杂乱无章啊 东倒西白 乱七八糟 哎呦 看看这朵花开的 哎呦 这叫一个美啊 这个颜色 现在天暗了 马上五点钟了 再加上阴天 北京已经连续三天的阴天了 列位 三天了 什么时候晴天呀 哎呦 看看 美不美这个颜色 不要嫌弃它是老品种啊 老品种怎么了 老品种能延续至今 自然有它存在的含义啊 多棒的一朵花 是不是 很美啊 而且带有若香啊 若香 看看咱的 蓝色风暴 哎呦 这个花 可以了啊 可以的 这枝条呢 枝条也还行啊 也还行 看看这边 这一颗蓝色风暴 是吧 这颗枝条不错啊 虽然说 它这边极度我开败了 看这花苞 看一下它叶片 除了有点土 其他的没毛病 然后它的枝条 它的枝条 看看 可以的啊 这也可以了 可以 现在高度是一米二 一米二 非常的漂亮啊 低线的草寝乌略 朋友们 咱们还没有开始收拾月季啊 你看这一颗 哎呦 可怜人 这个是那个什么 第一夫人啊 第一夫人 这花儿 倒了呢 花苞很大 很磁石 所以说花苞种 再加上它长得太高了 然后一开花呢 就坠倒了 哎 真是 咱们乱七八糟的品种 哎 一只红杏 出墙兰 咱们这是 一朵月季 出棚兰 这月季 哎呀 看看这月季的状态 当然了 这个月季的状态 也是非常 开心的啊 咱们昨天啊 专门把这个大棚的塑料布 往上扒了吧 意思就是让它赶快的动啊 使劲的动 让它赶快把叶片动掉完啊 动掉完 让它使劲动一动之后呢 咱们好去进行一个收拾 一个修剪啊 现在你看到叶子 还绿油油的 这肯定不行 当然也是没到修剪的时候呢 看这红 多漂亮的红 兜兜转转 又回来了 行了 咱们就看一眼月季得了啊 好几道棚的月季呢 不一一去看了 抽抽这朵花 怎么样朋友们 美不美 很漂亮啊 粉扇啊 话说回来 咱们这盆月季朋友们 到底能不能卖上三十块钱啊 小蒋头一回种这种加龙盆的月季啊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是吧 而且再者说了 说真的啊 真心话 咱们要养的足够的好 四块钱没问题是吧 然后咱们在这个棚里边去种 让他三月底四月份开花啊 然后如果说可以卖到四十的话 那么五月份开花 对吧 就卖三十 然后六月份开花 就就就就就就处理了 六月份就收尾了 不可能让他六月份开花啊 最晚让他五月多开花 行 就是这样 根据市场的一个行情 一个季节来说 四月份最贵 五月份大平量出货 六月份收尾 就是这样去市场卖月季 然后 行 就说这么些吧 小蒋呢 一个种花 卖花的花弄 期待各位的点赞和关注 咱们下个视频 拜拜